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這個盤 盤中又再創新高了對不對 那我不曉得這個再創新高之後 這個很多投資朋友的心情是怎麼樣 這個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大盤我一直在跟投資朋友講 我說從1月30號 青春開紅盤到現在 七七四十九天 這七七四十九天真的太久 因為是49個交易日 不是什麼 不是49個日子 是49個交易日 我說一個月才22個交易日對不對 那再加上我們一堆的這個放假的時間 真的有夠久 從1月30號到今天 已經4月14號了 導出朋友真的有夠久 為什麼這麼久 還沒看到這個萬六呢 我說過 這就代表 有人在這個高檔當中 不斷在賣股票對不對 包括像今天 我相信 你應該很清楚的去明白到 我一直在跟你講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等一下 我們就來破解好不好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常跟你講說 不要看著大盤做股票 為什麼 等一下答案就告訴你 好 這個大盤你可以看 我剛剛講過了 盤投了49天 就為了等那個萬六 那今天最高還來到了73對不對 15973 只差多少 27點 更接近了對不對 就差那27而已嘛 其實我跟你講 27點隨便拉一個全值股 絕對讓你看到萬六 為什麼就是不讓你看到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時候他才會看到萬六 好不好 反正已經49天了嘛 我們都曼頭給他繼續數下去 重點不是在大盤嘛 我常跟這個投資朋友講過啊 我說你在近期之內 你千萬不要一直盯著大盤看 你要看看你的持股對不對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該怎麼去做操作 這才是重點 投資朋友 我就問你一個很簡單的話了 盤中再創高 這第幾次創高了 來 這是第三次 而且他每次創高就那一點點對不對 只多出那一點點 之前是多少 15921 第一次對不對 創高 第二次 15951 多30點 再一次15973 多了多少 21點 投資朋友 這個創高給他感覺幾乎沒有什麼 沒有feel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 每次的創高 你的個股 解套的有幾檔 你自己去算 不用我算嘛 因為你的持股 你自己最了解 那如果是說 經過了這兩次三次的創高之後 你手上的股票 還在等解套的話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這個盤 不叫做盤投 那我想請問你叫做什麼 因為只有盤投才會這樣子啊 如果這邊是要繼續再往上衝的話 就會像之前一樣嘛對不對 所有的股票都會跟著大盤一起在創高 你不會等解套的啦 我不敢講說你百分之百全部解套大賺嘛 那你最起碼會怎麼樣 超過七成的股票 都會解套賺錢 假設大盤一直在創高的話 你繼續回想一下 投資朋友 當初在8523 我說一路漲到17709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 任何的震盪 有沒有 只要大盤一創高 你所有手上的股票 七成以上 絕對都是解套大賺 那現在為什麼反過來 現在是怎麼樣 大盤在創高 你最少是怎樣 七成的股票都在等解套 大概只有三成啊 搞不好還不到 都怎麼樣 都是沒有賺錢的啦 不代表就是說 講錯了 七成的等解套 有三成的就讓你小賺了 貨車子剛剛解套而已啊 就是這樣而已啦 投資朋友你繼續思考看看 我講的對不對 而且我在之前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說 你只要是3月15號以後被套了的股票 你自己先來看 回頭再看一下 今天盤中在創高囉 你有幾檔股票 真的又在讓你解套賺錢 有沒有驗證曾鴻之前跟你講的話 對不對 那昨天跌了128點嘛 那今天漲了124點 這樣會很開心嗎 老實朋友 我不知道你們做對的心情怎麼樣 你的感覺會很開心嗎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你繼續思考啦 我相信很多事情 我說過 只要盤沒跌下來 大家不管你的股票套有多少檔 你永遠不會認為這個盤會出現 後面會出現什麼樣的事情 對不對 那我常跟同事沒有講過啦 主力就是用這個紅蘿蔔嘛 一直在跟你講萬六 好啦就差那20幾點了啦 假設啦 因為我們現在就差大概是71點嘛 收盤差了71點對不對 下個禮拜還真讓你看到萬六了 那投資朋友 你能吃幾口 你要去想這問題啊 不是說萬六來了 你的所有的股票都解套了嘛對不對 那你能嘗到什麼甜頭 你有沒有去想過這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常跟投資朋友講啊 有沒有萬六不是重點啊 是你的股票到底有沒有一直在創新高啊 都沒有嘛對不對 沒有的占多數嘛 投資朋友 所以我才跟投資朋友講說啊 目前整個這樣的氛圍啊 他就是用什麼 用指數嘛 拼命在跟你灌米湯 對不對 只要這個大盤不會跌 只要大盤撐在這個地方 不管他怎麼樣去出貨 你們都覺得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隨時有機會解套啊 可是你這個想法已經多久了 投資朋友我說過啦 大盤已經創了三次了對不對 15921創高 15951創高對不對 現在來個15973又創高 那你這個想法已經停留多久了 你有解套嗎 那大家最喜歡買的台積電 對不對 每個人都說 哦來買買來怎麼樣 做定存 那我想請問你 到目前為止有賺錢的嗎 剛無 沒有了 很多人都是500塊以上才開始去追的嘛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啊 為什麼台積電 之前哦 在12629的時候 他是帶領著整個大盤往上衝的 那為什麼現在是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大盤不是創高了嗎 他有沒有創高 沒有呢 他今天K線還沒有收紅 還是什麼 十字線 有很強嗎 沒有很強 而且還是量縮啊 對不對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啊 你繼續想想看 你的持股有幾檔 真的幾套在創新高的 這個就是你能夠去了解 動的整個氣氛往上對不對 當然也貢獻了不少的指數 你看 就這麼一檔股票 就可以控制大盤的漲跌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投資朋友講啊 我說我們的台股到現在還在用加權指數 有沒有 這就會失真嘛 我只要拉什麼 台灣50的股票 給他拉一圈 大盤都不會跌 不過呢 你的個股呢 會漲嗎 不會漲的啦 投資朋友 大部分都怎麼樣 還在等解套啦 對不對 我今天就拿一些啊 比較熱門的 成交量比較多的 冷門的很多人只是在搶什麼 搶短線嘛 是不是 而且每個人都搶的又不一樣 每個人都去搶那些不同的腰股 好 你看聯電 聯電不是很多人有嗎 台積電可能有的大部分都是什麼 買零股嘛 那聯電都是買整張的比較多嘛 很少人買零股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你啊 經過了這一陣子 有解套嗎 投資朋友 有 沒有啦 對不對 不是只有聯電台積電啊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啦 有沒有 大部分又揶起來了 又揶起來了 又創新高了 我說啊 每次創新高就多那麼一咪咪有沒有 大家又開心到要死 結果你的股票呢 都是長這個鳥樣子的 最多 你要跟大盤一樣什麼創新高的 有啦 我講過了啦 第一個呢 那一種啊 你不敢買的股票 對不對 哦 在虧損的 然後呢 虧損累累 之前很冷門的 忽然漲上來 你不敢買 第二種呢 已經漲漲漲漲 漲到哪邊去了 漲太多了 你也不敢追 我說過啊 只要你敢買敢追的 絕對都是長這個樣子 沒錯吧 都是要讓你等解套的 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什麼 元泰 有沒有 你看我這次股票講多久 從他跳空 出現這個空方大缺口 我就跟你講了 我就在提醒你了 不要拉回找買點 有沒有 到現在 有沒有驗證 經過多久了 投資朋友 從他空方大缺口到現在 又經過了一個月 你看我跟你講的 一個月前跟你講的事情 到現在 有沒有完全驗證 我說你不要去搶 不要去搶反彈 結果呢 很多人去搶反彈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地方啊 又要是減便宜的時候 而且很多的財產 北京媒體分析人員 再跟你推薦 元泰 有沒有 拉回找買點 彎腰剪鑽石 結果呢 剪到一顆大石頭 對不對 當你認為他還在衝的時候 突然來個 長黑給你 全部被套 好 很多的人想說 哇塞 又回到前面的低點對不對 趕快來搶 搶完之後呢 才兩三天 又拉回來了 有沒有 又被套了 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大盤不是又在創高了嗎 你的股票 有跟你想的走勢跟著大盤貼著走嗎 沒有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 一直看投資朋友講說 你不要一直看那個大盤 哦創高 跌不下來 那我的股票就不會跌 有嗎 有不會跌嗎 還不是在跌嗎 投資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你手中有多少檔的股票 就跟元泰這樣的類似的 不可能跟元泰而已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沒那麼多時間 去把這鎖股票一檔一檔挑出來 然後再一檔一檔在節目上講 節目時間沒那麼多 投資朋友 所以你自己去心吃肚民 你自己去檢查你的股票 像這種的 有幾檔 對大盤不是在創高嗎 結果他高點越來越低 你自己去看一下你手上的持股 有多少檔的股票 高點是越來越低的 投資朋友 再來大立光 這不用講了對不對 大家以為他跌的已經夠了對不對 跌夠了 尤其是那時候衝上去急漲的時候 一堆的財經媒體跟你講 這個跌那麼深了對不對 從這個5000多塊 跌到這邊來可以買了 結果買下去 投資朋友 還有人在跟你講大立光嗎 沒了 而且大盤在創高 對不對 大盤穿了兩三次高 那我想請問大立光漲怎麼樣 有一直創高嗎 沒有啊 高點是不是越來越低 我說這種股票真的很多 很多人問我說這股價已經便宜了 我可以跟你講了沒有更便宜啊 只有更低價 投資朋友要華耀 這也是很多 這個投資人啊 被這個財經媒體分析的人講說 拉回找買跌 你看 每次的盤頭有沒有 反彈之後你就以為那叫打底 好 跌下去之後你又認為又是打底 有沒有 這兩個地方不是讓你認為打底嗎 綠色的框跟藍色的框 加起來你就認為那個叫打底 跌不下去嘛 不是跟現在大盤很像嗎 前面那個橘色的框就是我們在18619點 那個情況是一樣嘛 談完投資後跌下來反彈 對不對 結果呢 投資朋友 後面是不是又跌破了 很多人去搶這要華耀的拉回找買點 套了一缸子的人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 每個股票 每一檔股票 他盤頭的時候 你都認為那個叫打底 包含現在大盤不是也是一樣嗎 有多人跟你講這個叫打底 這個叫換手 投資朋友是不是這樣子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啊 很多人的技術分析啊 不考慮位階啊 什麼叫位階 以後我再講啊 對不對 你不要只看到黑影就開槍嘛 只要是很盤整理就叫打底 有那麼簡單的技術分析哦 投資朋友 有那麼簡單 我不需要去鑽研他24年啊 太辛苦了對不對 太麻煩吧 那像這個呢 因為每次的盤頭你都認為打底 那最後的結果你得到什麼 所以我去向投資朋友啊 真的 把你手上的一些持股啊 好好的去檢視一下 你真的有幾檔股票啊 就像你所想的 哦大龐創高 你也跟著股票跟著創高 有幾檔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這些股票 還在跌的 甚至於沒解套的 你該怎麼辦 那最近啊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有個迷思對不對 高配息題材 來 投資朋友 這個答案你去想 不要真紅給你啦 今天的廣達出息 6塊錢 以昨天收盤價來計算哦 他這個現金殖利率哦 6%以上 對不對 而且他是一路漲哦 他是一路漲的哦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今天終於除息了 除息之後呢 今天跌了1.5元 好重點來了 你應該看到這K線哦 那麼大的除息大缺口 假設 投資朋友 他沒有回補那個除息缺口的話 你會賺到錢嗎 而且他什麼時候才發給你現金 5月19號 那你認為廣達再到 現在是4月14號了哦 經過了這一個月 他有機會把它填息嗎 那如果沒有 股價反而越來越低的話 你又該怎麼辦 你會賺錢嗎 你拿到那個6塊錢的現金鼓勵 有賺到錢嗎 投資朋友你好好去思考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啊 真的 高配息的題材 你還要想到 你會不會賠了股價 如果你的股價已經賠掉了 我想請問你 當你拿到那個6000塊 一股6000 一股嘛 一張6000塊 一股6塊 我想請問你 你有賺到錢嗎 你繼續思考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啊 很多事情不要到後面這個地方 你才開始後悔 原來你之前的一些操作策略 都錯了 投資朋友 現在這個時段啊 我相信啊 很多投資朋友 你還在怎麼樣 懵懵懂懂的 哦 明明看這個大盤在那邊創新高 啊 自己在等解套 對不對 不知道要怎麼說嘛 對不對 跟人家講很丟臉啊 為什麼 大盤明明在創高啦 我的股票還在一堆在等解套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撐啊 假日這個時候啊 好好檢視你的持股啊 如果你那些持股 明明大盤都已經創高了 他還在這邊 高點越來越低的 你認為該怎麼做 才是你最正確的操作方向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在假日的時間 冷靜下來 不要被大盤的創新高沖昏頭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啊 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下周一見哦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 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 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